快位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骑机车的红衣男子大啦啦的挡在白色小轿车前 完全不让对方前进 甚至还故意撞车头挑衅 车子进一步 他就撞一步 就这样僵持在街头 这样怎么回机啊 网友在嘉义投桥目击 白色轿车因为要右转 扒了一声喇叭 希望骑士可以让他通行 不让男骑士不让路 反而直接用机车车头撞轿车 这车到欧队转头前 转到他头前 他就去到头前 要回转他才会动 车他才会动 影片碰上网网友痛批 就是因为开车的是女生 骑士才敢欺负他 还有人看到 更后方的车子下来三个人 要海K机车骑士 男子就马上落跑 嚣张气焰立刻不见 虽然当事人没报警 不过警方说这是明显违法 违背安全驾驶这个部分 可以处六千年以上 两万四千年以下的爬房 就为了被按喇叭不高兴 机车骑士逼车欺负女车主 这样的阿把行为 不只被网友骂翻 也要被警方追究责任 记者侯国文嘉义报道 很疼的 问题 不准快